國民黨副發言人楊指斗在臉書踢爆 陳時中是在臉書聘請走路工 兩個小時六百塊 今天他就提告陳時中團隊涉嫌會選 對於李小姐她做出 有一些人去報名參加這個活動 李小姐也確實有這個活動 不是如她事後所宣稱的只是班重務 那到底是陳時中團隊怕事件延燒 所以下了封口令 讓李小姐改口 還是說他們已經招募了足夠的人選 足以影響選舉 我必須要強調 今天8月13號在大直點華的這個活動 被叫去當公讀生的這些同學 收了兩小時六百塊 高於一般打工基本心思 不相當的這個薪水 然後去到現場不要騙我了 去現場一定會有鼓噪 說幫忙陳時中拉票 這一票一定要投給陳時中 這種決定選民意向 以及直接表態這個動作 更何況這些學生還要坐在台下看陳時中的競選影片來洗腦 這些六百塊的誘惑會不會改變選民的投票意向 會不會影響這些學生會不會洗腦我覺得顯而易見 所以檢調應該要進行調查 更應該去調查這些資金的流向 究竟是陳時中團隊所發放 還是陳時中拿給外圍這個秋達昌理事長的這個組織讓他去發放 還是秋達昌自發性的贊助 這中間有沒有涉及會選 一定要給市民交代清清楚楚 因為他們的莊瑞雄發言人只說這是假訊息 後援會裡面沒有這個人 但是事實上的確已經有人報名這個活動 而且的確這個李小姐就是在網路上面 找人用六百塊來去給他洗腦 來去造勢 而現在陳時中團隊是主打內湖交通的問題 昨天還提出了六招要來解決 那麼對此蔣萬安今天受訪時 就回酸陳時中野心大 但是懂得少 看到陳中部長 他大陣上開記者會提出了相關改善政策 其實我想陳中部長真的是 他野心很大 但懂得真的很少 就像一個綠色的青蛙 在選舉的時候不斷的吹 結果吹太大肚皮就破了 其實看到昨天他好像提出很多改善政策 但事實上什麼也沒說 只有1234這樣的口號 而且很多都是之前就已經評估過不可行的政策 那其實他在整個記者會 唯一很明確講的 就是說只有他擔任台北市長綠營執政的中央政府才會跟他配合 我非常驚訝 難道陳中過去擔任指揮官就是用這樣的心態對待台北市嗎 難怪當時不管是疫苗壞篩都不給台北市 所以造成台北市民的痛苦跟困擾 所以蘇貞昌院長也應該好好出來說明 陳時中部長所宣稱的綠營執政的中央政府 會對於不同政黨的執政縣市大小眼 難道這是真的還是只是他的幻想 而陳時中的方案也被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大酸 不是畫畫圖就可以 對此陳時中今天也回嗆 他說市府的失敗主義濃厚 有一點失敗主義 跟當年柯P那時候八年現在競選的豪氣肝雲 看起來好像都磨損光了 那當然高速公路 我們其實跟高速國一都有關係 那如果市府有看到這問題 應該早一點就要跟我們交通部 來做相關的溝通 地方政府本來就是在發掘問題 找出問題 然後跟中央一起來合作解決問題 就好像說我未來選上市長之後 那我自己要好好的做事情 但是我要靠什麼 我要靠減蘇培 我要靠曾俊建 我要靠黃銘生 陳盛文 好的市議員發掘問題 然後我來解決問題 那一樣就是一層一層下來 地方政府 那我呢 我從他們得到的問題 我想出解方 我要解決問題 需要中央協作一起來的 那當然我要跟中央來討論 那這樣整個的一個政府的運作 才會正常 才會有力 才會快速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儘量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